随着国内防范新冠病毒的相关措施陆续松绑 各地学校恢复上课 常见的儿童传染病 手足口证的确诊患者 也出现了飙涨的趋势 截至5月13号 官方录得的病例数据达到了28957宗 比去年全年的4239宗高出了6倍 卫生部部长凯里促请家长 利用 MySechatra手机应用程式具备的 传染病追踪系统 掌握热点资讯 提高防范意识 这就是一种增长的增长 但仍然是被预计 因为年后很多政策拖动不可以出现 所以现在若果正确定出现 更加更加关系统组 凯里也是森美兰州林茂国会议员 他出席选区开斋节活动时 提醒家长必须和校方保持联系 时刻提防和谨慎应对感染疾病 他表示尽管冠病疫情已经受到控制 但不能忽视其他传染病风险 卫生专家指出 有多种病毒可能导致小孩感染手足口症 如果感染的是普通病毒 即使没有接受治疗 患者在七到十天内会自然康复 但如果感染的是七一型肠病毒 则可能引发严重的并发症 例如脑膜炎 心肌炎和肺积水 而手足口症患者一年内重新发病的几率是百分之二 专家警告 这一类病毒可以通过飞沫 或是触碰物体表面感染 因此必须保持环境卫生 教导孩子正确的洗手方式 专家也建议学校家派人员 在校门外检查学生是否有表面症状 避免病毒在孩童之间传染开来